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分局于今日零时许接获民众方案 指称华夏路某汽车旅馆有口角纠纷 后报立即出动快打部队赶赴现场处理 经了解西英21岁九克 陈南卫户传播费用而引发冲突 警方立即寻宿调阅监视器 锁定犯案的嫌犯 在两个小时内火树将李姓及邱姓男子 台湖盗案 经询问两人均层犯案 前案依杀人未遂移送桃园地点所侦办 有关多数民众聚集本辖 中府开所外面 是因为家属关心案情而驻嘱 因为疫情期间 警方有请家属尽速离开 避免情境